西游记在前面大闹天宫这一段 有一个很明显的力量对比 孙悟空扰乱盘桃大会跑回花果山后 玉帝先是派了几国天平天将去收服 但都打不过 好不容易二郎神抓住了猴子 交个太上老君扔进炼当炉去炼 又让他跑了出来 一发不可收拾 玉帝是好请如来佛祖来降妖 如来掠施法力 就把孙悟空押在了五星三项 玉帝是本土道教的元首 如来是西方佛教的领袖 作者为什么觉得外国宗教 比本土宗教法力更大呢 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人类在悲观绝望的时候 常常产生一种神秘心理 和倾向于宗教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 五湖乱华以后的中国 都是宗教曾经流行的时期 但是中国人向来以中华文化为骄傲 中国也有本土的道教 为什么还会归于外国人所创立的佛教呢 一切宗教都是人间权力 反映在人们脑海中 幻想创造出来的东西 佛教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 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流行越来越广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流行呢 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最混乱的时代 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国家不能拯救他们 皇帝不能拯救他们 官吏不能拯救他们 民流学者也不能拯救他们 总而言之 地上的权力都没有办法救他们 那么本土天上的神仙 也就得不到人们的崇拜了 人们不禁怀疑自己的神 到底还有没有用 于是希望换换口味 总而兴奉起外来的神 佛教就在这种社会心理中流行起来 孙悟空大闹天宫 玉帝竟然请佛祖救驾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人们在潜意识中 就觉得外来的神仙力量更大一些 那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人们还没有很强的民族意识 西周末期 国葬身后引西边的犬戎 来杀了周幽王 立元太子一救 迁渡到洛义建立东周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人 勾结外族入侵华夏的例子 那时候引外族入侵的事很多 春秋时期 王子代遭引易诺之冗攻打周相王 打败周军后 王子代驱逐周相王 自立为王 其实周相王自己也曾经 借外族敌兵攻打正国 可见当时国人对于 华裔之别还没有很深的概念 战国以后 小谷戎敌虽然同坏于华夏民族 当末北的匈奴称中原混乱 屡次侵犯边疆 华人受了匈奴的压迫 民族意识逐渐产生 秦统一天下后 命令蒙田率领 三十万大金北极匈奴 收复荷兰地 又修筑万里长城 以防湖岐南下 到了秦末 天下大乱 然后楚汉争霸 匈奴又夺取荷兰之地 再从荷兰地摸到关中 汉朝初年 中原王朝没有能力对付匈奴 就只能用和亲政策 每年送钱 以求边境安定 但是政治是以实力为基础 利多则人潮 利寡则潮于人 到了汉武帝时期 经过七十年的养籍俱锐 朝廷财力有足 兵马强胜 于是就开始讨伐 汉武帝说 西齐相公赴九世之仇 春秋大之 这话说得很豪迈 汉军帝时期 匈奴被打扶了 也来朝拜 从此东湖西戎北敌南蛮 都向汉朝称臣 于是华裔之别 又变为天下一家 人们往后再说起匈奴呢 就说是下后世之苗义 提到西南仪呢 就说是高清世之女 与其处狗旁户配合而生的子孙 提到朝鲜 就说五王封击子于朝鲜 其后阉人未满 又入朝鲜称王 提到西腔 就说是出于三苗 这样全亚洲人民 几乎都与华人有个血统关系 到了东汉末年 黄金大乱 然后又有董卓乱政 三国鼎立 互相攻伐 晋虽然统一华夏 但还不到十年 就由于八王政乱 引起五湖乱华 只不过这时候的五湖 大多已经汉化了 到了南北朝 先被租了拓跋式 雄去北方 建立北魏 拓跋式接受中国文化比较晚 道武帝拓跋归期间 初见台审 治百官 协助道武帝的是汉人崔虹 崔虹之子崔浩 又在明元帝拓跋式 以及太武帝拓跋陶期间 掌握大权 此时北方的百姓 已经是胡汉乡杂 南方人说北方人是索鲁 北方人说南方人是岛仪 再到隋唐统一华夏 隋唐皇室都还是胡汉乡杂 隋唯利杨奸他爹杨忠 在北州被赤姓普六奴 隋唯利的皇后 独孤氏 是鲜卑族人 长子杨勇 小名叫县帝伐 完全是胡人的名字 唐高祖李渊 他爷爷李虎 在北州赤姓大爷 官子祝国大将军 又当太尉 李渊的皇后 斗氏虽然是汉人 但其实早在东汉邻地时期 就逃亡到匈奴 成为部落大人 也就是说血统也属于胡汉混血 唐太宗取长孙氏为后 长孙氏也是先辈族 虽然隋唐皇室是汉胡混血 但却自居为华人 隋末大乱 突厥在末北崛起 唐高祖李渊起兵敬仰 他想得到突厥的帮助 也向突厥称臣 送了不少好处 这都是华人勾结外族的例子 唐统一天下之后 突厥还很嚣张 每年都来侵扰边疆 唐太宗雄才大略 不比汉武力差 他跟群臣说 过去是国家出定 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平安 委屈于突厥 我想起来就痛心疾首 总想一血前耻 于是贞观四年 突厥外有回合叛变 又遭遇几年大雪 生出冻死饿死 内有饥荒 唐太宗立即命令将士出师 一举戒灭突厥 隋朝时期 隋养帝三征辽东都失败 这在唐太宗看来 也是中国的耻辱 唐太宗说 辽东本是中国之地 谁是四出师而不能得 正今天东征 就要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于是又出师辽东 讨伐高丽 唐朝终于成为亚洲帝国 天子在内称皇帝 在外称天克汗 这边小国没得到唐朝臭风 都不能到长安来 四亿征服之后 又本着天下一家的观念 允许社会上 外衣与华人杂居 政治上也允许外衣当国家官吏 华裔之别 接见就没有了 唐太宗说 自古以来 世人都是中华为高贵 把胡仪看得很低贱 而正却将汉胡视为同等 所以胡仁皆是正如父母一样 其实我国治西汉以后 每当国立薄弱之时 就提倡华裔之别 以唤起民族气节 而征服事宜之后 又倡导天下一家 以消灭异族的反信 虽然还有华裔的观念 但此时观念不是以血统为基础 而是以文教为区别 唐朝文学家陈安在他的华信英文中就说 如果仅从地狱上看 那确实有中华与蛮夷之分 可如果从教华的角度出发 还有中华与蛮夷之分吗 中华与蛮夷的区别在于心 有的人生长于中原 行为橘子却以礼仪相悖 那么他就徒有华人外表 心却是蛮夷的 而身于蛮夷之地的人 行为橘子合乎礼仪 这他就是长着外族的脸 却有一颗中华之心 华裔既然以心为分别 那么国家有事 借外兵来解决内乱就不奇怪了 唐树中用回和平安始之乱 唐德中用吐蕃讨伐诸词之乱 皇朝作乱的时候 沙头人李克用也出示情亡 也就是说在唐代 借用外国军队并不稀奇 而西游记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唐代 那么依照现实情况推测神仙世界 唐代既然常常借用外兵 那么玉帝借佛族之地做了孙悟空 也就不奇怪了 况且佛教在唐代又开始盛行 早在汉武帝派张迁出使西域 就听说天主有佛教 但那时候还没传到中土来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呢 有个故事是讲这个起源的 说在东汉时期 汉民帝有一天晚上睡觉 做了个梦 看到宫殿上面 有一个浑身金灿灿的人 景象有一圈圆光 在那自在地飞来飞去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汉民帝就召集文武百官 一起来解读王的梦 当时朝廷中有位太史官叫傅义 他说 周章王时期西方有佛出世 其身长一丈六尺 遍体金色 遇下梦中所见的金人 一个就是佛 汉民帝听了以后 就派蔡英等十八位有学问的大臣 到西天去求佛 请佛经到中国来 这是中国到西天取经的第一人 比玄奘早五百年 算起来正好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被压榨五星三下的时候 他们这一趟带回了大量的佛经 还带回两名印度高僧 从此佛教就传入了中国 由于他们是用白马 托着佛经啊 佛像啊 佛舍利回到诺阳 于是汉民帝就借了一座寺庙来祭年 就是白马寺 现在仍然相互鼎盛 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汉环帝时期 连皇宫中也建起了佛寺 慢慢的佛教就流行开来 在流行中也衍生出一些别的社会意义 比如东汉末年 一个豪强叫泽荣 他花费巨资修建佛寺 世中有塔 以铜为人 黄金屠生 意义精彩 佛寺可容了三千多人 每到遇佛会的时候呢 就在路边设宴席长达书十里 酒饭任人饮食 来参观拜佛的百姓达万人之多 所耗费的钱财高达亿万 有这种好事 大家都去参加 拜佛也好 念经也好 去做工也好 有饭吃还有钱力 这就是归于佛教 可以避免姚依的先例 到了南北朝 佛教更加盛行 因为朝廷姚依繁重啊 而佛教又大开方便之门 在北朝 老百姓为了逃避姚依赋税 都去世宵大和尚 北魏的时候 就已经有将来有 弥隆佛方 继世教降师的说法 在南朝 有佛寺一千九百多座 生离三万六千多人 路牧不是有事吗 说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中 到了隋唐 隋阳帝略带百姓 农民起义的时候 都以弥陋佛为号召 说起义军是弥陋佛降临 拯救人间来了 可见佛教的神仙 当时已经深入人心 到了唐代 天下太平 人们精神恢复正常以后 又把领袖群佛的释迦摩尼 认为佛教的领袖 所以为什么西游记里 玉皇大帝头疼的事 佛祖来了 能疯疯中摆平纳 因为在佛教大圣行的背景之下 此时的人们 早就把佛教领袖 看成救世主了 但唐朝也延起了南北朝的弊断 出家人有免除 赋税养役的权利 僧人有专门的身份证 叫度蝶 所以有很多老百姓 为了逃避光伏的赋税养役 纷纷购买度蝶避税 最早的度蝶 不是由政府贩卖的 到了唐中中时期 公主外戚都会帮人申请度蝶 或者和别人一起出钱建造寺庙 有一些富裕的百姓 为了逃避遥逸呢 就花钱走他们的门路 成为和尚离孤 导致最后每座寺庙都人满为患 所以展向魏元忠才说 西之卖官钱入公府 金之卖度钱入私家 到了暗时之乱 朝廷军费增加 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就把度蝶收贵为国有专营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就一死之求 接下来就是人丁减少 饶富乏馈 唐中中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问题 有人看出了问题就开始反对信佛 武则天的时候有狄仁杰 李乔舒桓 唐中中的时候有韦斯利 辛替佛 唐瑞宗是有裴锤等等 都先后上表仿佛 宰相李乔说 国际军防 兵役丁口 经丁阶出家 兵夕入道 征行诸父何以备之 安始之乱后 年年战争 天下大乱 人民更想逃避兵役 于是纷纷出家当和尚去了 佛家有这样的势力 难怪玉璃降妖 还一起如来之力 其实在历史上早有传统 以夷制夷 是我国古代常用的 抵御外地之法 汉代曹拓说 以蛮夷攻蛮夷 中国之利也 但是西汉打匈奴 还是用自己的兵力 东汉虽然主张以战去战了 政策完全是以夷攻夷 唐代之安始之乱之后 就更加普遍了 到了五代时期 很多军阀都想借契丹的力量 取得地位 最初有石敬堂 然后有杜元寿 杜崇威等等 甚至南方的吴国 也想勾结契丹夺取中原 北汉建国 也是得到契丹的很多帮助 到了宋朝 利用蒙古人抗金 最后被蒙古人所灭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可见借用外力经内难了 在我国历史上十分常见 结果就容易引起外客入侵 玉帝请如来降妖 虽然只是开了一次安天大会 请如来做首席 并不像石敬堂那样 隔燕云十六周给期待 但是玉帝部下的 齐天大圣孙悟空 天蓬元帅朱无能 卷年大将杀无尽 竟然都改投佛门 由道士变为和尚 可见借用外兵 就算没有割地 但成名变心 却是个更大的问题